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 这个基本上还是在讲控制 我们刚才谈到的循序控制啊 选择控制,还有那个 要有什么控制 回圈控制啊,就是递回的啊 就是repetition,那个重复的控制 那这边会讲更多一点 所以 我们会把全部的这些 控制的东西全部都介绍完 包括重复啊 重复我们之前学过是while 那现在要多一个for跟dowhile 这两种,这是一个重复的叙述式 那选择的部分呢 我们上礼拜其实看了 或者更早以前你们就看了 就是if跟else,对不对 有没有,if,else 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嘛 然后今天我们还介绍一个叫switch switch它是可以做,也用选择 多重选择 那另外我们也会看所谓的break跟continuum的概念 好,重复的基本概念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谈过的 它是一个loop in,一个回圈的概念 那这个回圈它可以重复做一些动作 那当然当这个 它的条件是被满足的时候呢 它就会重复啦 就是我们类似while瓜糊里面的 那个就是一个什么继续 继续条件 那我们之前在介绍重复的过程 有两种,一个叫计数器的 一个叫警示值的 那刚才那个让你们做的那个就是什么 是用哪一个方式 用计数器的 它就是固定次数知道的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就要用警示值的控制方式去控制它的重复 那计数器控制 当然我们说过一定要宣告一个控制变数啦 那这个控制变数就可以 或者是一个累计的变数 要让我们来计算它重复的次数 那通常是什么 计算过程中间当然 执行之后啦 执行之后会去递增这个控制变数 就是我们会把 类似它的那个 就是控制变数呢 每次都加1 或者是 其实有可能会减1啦 就depend on你今天的目的 像刚才我们那个题目 刚才那个题目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要让它反过来呢 从10先列 然后从10的平方线列印出来 那你的fire那边的控制要怎么写 fire的控制或者是那个 它的程式的本体里面要怎么写 大于等于应该这样子 然后这边计算 那你这边x要怎么样 其实就是你这边 跟这个要搭配而已啦 就这么简单 一个是从1累 一直算算到10 一个是从10 那当然你的宣告的初始值 你要宣告初始值 x就应该要等于多少 x应该等于10 那也是这样 那这是1啦 那你如果不用1可不可以 如果你今天有特定的需求 你也可以不用1啦 那另外 这个是都讲一样的东西啊 控制变数的值跟你的这个次数 要求的这个重复次数相等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结束这个回去 因为在下一次 它就会违反相等 会超过它嘛 像刚才的 如果是小于等于10的话 你的控制变数等于10的时候是OK 但是你在下一轮回就变11 11就违反它的条件 所以就会跳出 跳出之后呢 当然程式就继续按照那个 循序的概念继续往下走 所以从数 从 重复续数后 它的程式就继续往下走 那另外 这个警示值是什么时候用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能事先知道重复的次数 重复次数知道的话 你当然直接用计数器就比较快 所以你不知道事先的重复次数 所以你用一个警示值 而且在用这种 警示值的时候 你的每一次回圈都要读资料 都要读资料 我们之前的计数器 之前的计数器控制 你想想看刚才的那个例题 那个计数器控制 有没有叫你们在那个回圈里面去读资料 有没有 虽然我们上礼拜的做 上礼拜的练习 或者上礼拜的例子 它是在File里面也持续去读资料嘛 在算学生的成绩平均 对不对 有没有像这个在回圈的本体 里面是有在去读资料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计数器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不用在回圈里面读资料 所以像我们刚才 练习的那一题就是这样 它有没有在回圈里面去scan app什么东西 有没有 关掉了 好啦就是 那所以 计数器的回圈里面不一定要读资料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什么 用这种警示值的东西 因为你要让它读入一个警示值 它才会去terminate 才会结束它的回圈 所以你变成是在回圈的本体里面 一定要去读资料 这样才可以去用这个所谓的警示值的这种概念 懂懂 就是你等一下每次输嘛 输输输输 输正确的资料 输完了之后 你最后要结束之后 给它一个警示值 所以代表那个回圈的过程中间 一定要去读一个警示值 才能够让它 让它结束 所以每一个回圈执行的过程中间 都一定要有一个取得资料的叙述 当你在用这个所谓的叫sentinel 警示值的这个回圈的控制的时候 它是一定要每一个回圈都要读资料 它才能够去 才能够去什么 去知道这是end of input 这是结束的最后 结束输入的这个情况发生 懂懂 所以为什么要每一个回圈都要读资料 原因是这样 清楚吗 知道吗 知道吗 好 那警示值 我们说过它必须是什么 很特别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要多特别 就是你常态型的资料 以外的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的值有正有负 那你说用负一 还OK吗 就不行了嘛 那我们上次为什么用负一 因为成绩不可能是负的嘛 会吗 你们从小到大学习到现在 有没有成绩是负的 有啊 你在点头呢 成绩有负的是不是 小考有负的 小考有负的 哪个老师这么狠 小考有 给负的成绩啊 真的啊 好啦 就是有负的 所以如果你们这个小考是有负的 那负一就不适合当一个警示值啊 那你要用多少 用个符号 用个符号 那就是你scanF5 你固定都是数值进去啊 0.0 0.0就是0 除非你的数字没有0 就是你的data里面不可能会有0 因为看不会出现 啊 看不会出现 什么就是 对啊 就看什么是不会嘛 那如果什么是不会 像刚刚说 如果成绩有正有负耶 那怎么办 你的警示值要设多少 1万 你就可能设1000万 1万太少了 万一有人成绩真的考到1万分 对 搞不好 1000万OK啦 对不对 所以这要 这个 Sentinel这个当然是你自己去设计 在程式里面要设计这个警示值 所以你要必须让它是寓于常态资料 好 好 那 计数器的控制这个我们其实上礼拜也谈过 等于这一张又稍微再把它重复更清楚的介绍一遍 控制变数就是回圈的计数器啦 把它叫计数器或控制变数器都一样 它一定要有名称嘛 对不对 要一个有一个Name 这个名称当然就要符合我们规定的那种 C程式码里面设计的 你不能够把数字当成起头嘛 对不对 你任何的变数也好 你的不能够把数字当成是开头 一定要是一个什么 数字 数字可以当成一个变数的起头吗 通常一定要用英文字母嘛 对不对 那中间你可以再加一些数字 所以你要给它一个名称 名称之后呢 要不要初始化 你要做Counting 我们说过也两种情形要做 至少我们知道现在两种情形 一个就是什么 累计 累计就是这个计数器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顶世纸 我们上次说过也两个对不对 要初始化 包括 包括什么 就是你要做累加的动作的时候 累计的 就像我们刚才那边不是有一个累加吗 那个就是 累加变数好了 或者说累计的变数 那些东西你一定要先把它设成是零 对啊 就是归零 突始化 那 每次 回圈在执行的时候 它的这个计数器会 递增或递减 递增或递减 那 判断它的是 这些控制变数是不达到 所以它的Final Value 就检查它的回圈是不是应该继续 就是用 用那个 用那个 控制变数 跟某一个特定的数值之间去比较 如果它是 在它的 合理的 逻辑 逻辑范围 是正 是true 是真实的情况之下 那那个时候 就继续run 但是如果它的这个比较的结果 逻辑判断是错误的话 它就跳离开什么 跳离开这个回圈 好 好 那这个其实 跟我们刚才的题目有点像 对不对 呃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技术 其实它已经知道十次 那这边有一个很 比较特别的是 呃 这个上礼拜不要慢慢讲 我们通常在宣告 宣告变数就宣告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边为什么要宣告之后 又让它等于1 它这个就是 偷一个小懒 偷一个小懒 就是说我直接把宣告跟它的初始值写在同一行 那这样的话 c也是ok的 它也可以接受 不然比较 古典的写法 是 宣告 counter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不等于1的话 你就是counter等于1嘛 用指定 assignment的这个statement 把它assign过去嘛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课本这个是写的比较精简一点 然后有了initial来之后呢 这个while的回圈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类似的东西 那这里面你可以注意到 它有没有任何的输入 没有啊 它这边只是去printf 它的这个counter而已 然后就endfile 这个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是 一个写法 好 那还有一个 更精简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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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就是这样 我 加那个 刚才的计数器 你把它初始化成0 那这时候while的叙述 改成这样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 跟刚才 这样 其实也没有差多少 也没有差多少 但是它更 更精简一点的就是什么 它把它的累加 放在哪里 放在while的这个 所谓的 解释 它的逻辑性 是不是正确的时候 它直接放在这边 所以它这边 加加counter 小一等于十 蛤 这边 加加counter 它是先加嘛 对不对 先加 那我们上次有说过 先加跟后加 什么差别 这边写在这边代表 因为如果初始化是0 初始化是0 那我这边0进来的时候 我就在比较counter 要跟10 比较的时候 我已经在前面先 要把它0加1了 如果你把counter 把这个加加 摆在后面 那它会先比较counter 是0 小于等于10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才会把它 把它什么 加1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要写这么精简 当然代表你很高干 你的程式非常的精简 这个其实 真正会写程式的人 他们都希望用最 最节省空间的方式去写程式 所以这个方式很简单 直接在 它的这个累计 在叙述式中也累计 然后来执行判断 所以就是把两件事情 凑在一起就对了 两件事情凑在一起 那但是这个问题是说 虽然是高阶的仪法 但是 很容易犯错 如果你稍微哪边没有控制好 那个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你就不知道哪边有问题 所以这个 警工参考 不要用也可以 就是你还是用 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写 等于哪一天真的变得很高干的话 你再去 想出你 想出 可以类似这种 比较精简的写法 那也是OK的 那也是OK的 好 之前呢 我们是用File 那我们接下来说 其实这种 所谓的重户的 重户式的控制机制呢 里面有三种 那第一种 就是刚刚说的File 因为我们上礼拜说的File 那第二种 我们来介绍就是File 那File怎么用呢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 我们先跳过去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File File 它其实是把所有的东西 都整合在里面了 所有东西整合在里面 它的Statement 这个类似我们说过 这是一个语法 这语法 你们一定要Follow 你不能不Follow 你不Follow的话 就是编译就有问题 它里面摆什么呢 File 就是一个Keyword 关键字 刮胡 两个刮胡 里面呢 会有一二三 会有三个Statement 有三个叙述 那这三个叙述中间 是用分号去把它分割 用分号去把它做分割 所以有三个叙述式 那这三个叙述式在干嘛呢 第一个叙述式 是在做控制变数 或是所谓的计数器的Initialize 初始化 所以 这边被我遮掉 是好像 课本我不曉得是不是有这样写 课本好像原来有写一个Int 那其实你要先宣告就好了 你 你如果把这边拿来做宣告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写法 虽然编译 编译可能会过啦 就是说你在这边宣告这个Counter 所以前面本来课本是有Int Counter等于1 但这样的话我觉得 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看原文书也没有这样写 我不曉得是台湾的 台湾的书章有把它写错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不要放 所以你的计数器也好 或所谓控制变数也好 一定要在哪里面 一定要在宣告的那个地方宣告 懂不懂 宣告永远是要摆最前面 上礼拜的实习课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有你们同学 他的变数是宣告在下面 就是你做完一个部分以后 再宣告另外一个变数 没人这样下来啦 听到没有 不要自创 自创一个 以为这是很厉害 其实没有 你的所有的变数宣告 都要在程式的 may之后的那个部分 就要先宣告 好 所以 这边Counter等于1 这就是初始值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叙述在干嘛 干嘛 他的判断条件 所以判断条件是放在中间 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是在做控制变数的递增或递减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就放 放在for这样子一个statement里面 那就相会比较精简一点 好 那这边写++放在后面或放在前面 有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是没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圈 他的流程图 你先记好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statement是在做所谓 控制变数的初始 第二个呢是做回圈的继续条件 第三个是做控制变数的低增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 我们刚才类似file的一个做法 那他的流程图呢 他的流程图其实就像这样子 这个 从这边进来 counter等于1 这个就是初始化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counter小于等于10 这是他中间的 然后接下来 他其实接下来不是做这个 他不是做地增 他接下来就是做这个什么 回圈的本体 这边有特别标注 回圈的本体 那这个回圈的本体要做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 他就是对应这个啦 他是写成for 然后counter等于1 然后counter小于等于10 然后pluspluscounter 然后printfcounter 他就写这样 那这个东西 的流程概念就是先初始化 然后判断 判断完之后 接着才是执行程式的本体 本体执行完之后再去做控制变数的增加 控制变数增加完之后再拉回来什么 再拉回来这个判断 所以从这个流程图你可以看出来 你counter要写在加加在前面或加加在后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的counter只是在尾巴 你等于是这个地方 程式的本体 并不会牵涉到去把counter做加减的 地增或地减的动作 他是程式执行完 就是这个回圈的本体执行完之后 才去把这个控制变数 或者所谓的技术去做增加 懂不懂? 所以这时候你要加加写前面跟加加写后面 有没有什么差别? 你们觉得呢? 有没有差别? 我刚刚都给你们讲了 应该先让你们想想看 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 这个地增 其实 刚才那个题目 后面的第三个叙述 他可以写成什么 counter等于counter加1 这是最基本的嘛 对不对? 也可以写成这样 或者是你counter加等1 这也OK 或者是加加counter或counter加加 所以这四个statement对后来说都是一样 他今天你这个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 这两个就是把它更精简 那加加跟加加放前放后 其实对他来说是差不多 但是有些程式设计师 这只是一个偏好 个人的写程式的偏好而已 你要把它放在后面 他比较习惯 他认为是说 反正地增是在主体 本体执行完之后才进行 所以放在后面感觉上好像比较自然 比较自然 当然其实没有差别 还有for的回圈里面那个分号很重要 不能用省略 不能省略 我们再回来这边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圈的东西 然后 我们再 回来看层次好了 所以 我们的层次跟刚才4.1的层次是一样 刚才4.1的层次是用while去写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换成用什么 用for回圈去写 所以 一样 先去初始 先去宣告它的变数 然后 然后它的初始化直接写在这里 所以counter等于1 这是初始化 然后counter小于等于10 然后pluspluscounter 那这边课本是把plusplus放在前面 你要放后面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printf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层次 这段的层次码跟刚才的 跟刚才的while这个层次码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这两个是条条大路通楼码 条条大路通楼码 不是 不是说这样写就不行 只要它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你要怎么写 写得通 都ok 所以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其实不管是在哪一种回圈 你counter小于等于10 如果你把它稍微miss掉一个小于 miss掉一个等于的话 counter等于10 那这时候只会 就插一次执行的过程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逻辑错误 这种错误 编译器会不会告诉你 不会啊 编译器只告诉你语法上的错误 逻辑上的错误 抱歉 那你们要自己找 我们要检查你逻辑上的错误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debug的过程 除错 debug 那这种插一个东西就是要误差唯一的错误 这是让你们知道一下 那正式来看for这个回圈呢 它其实就是三个expression 三个叙述 那expression1是初始化 expression2是控制条件 继续的条件 expression3是一个什么 递增递解控制变数 那这个东西for的回圈呢 跟我们的while呢 如果你要把它相等 其实是可以相等的 它相等对应的回圈 它就是把expression1放在回圈的外面 while的外面 然后呢 接下来expression2 我们说过是一个控制嘛 控制条件 所以是放在while瓜糊里面 然后最后 while里面的stamin完之后 最后一行才是去加什么 加它的地震或地间 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语法 跟这个for的语法 其实它是equivalent 相等 那看得懂吗 那expression1跟expression3 它是有用逗号分格 那逗号分格 它就是叫 其实我们把逗号 也可以当成是一个什么 运算值 运算值知道吗 什么叫运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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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 对不对 是吗 运算值加减乘除就是运算值啊 不是吗 运算值知道吗 运算值知不知道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好啦 那这个运算值 它基本上 就会让这些运算是由左到右执行 反正 都是从左到右啦 它分格只是 让它感觉上 它就是一 从左边到右边分段去执行 就是这个statement啊 因为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expression 这种叙述呢 它其实里面可以 可以摆两个 它是可以摆两个statement 在这里面 expression1里面可以摆两个statement 但是它因为透过逗号 它会让它 确定是从左读到右过来 从左读到右 如果这边有两个以上的这些式子的话 像expression1 expression3 都有可能去摆两个 因为这时候你的 有些程式如果比较厉害复杂的话 它的控制变数会有两个 它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像我们刚才看的都一个而已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题目有需要 你可以变成是两个 或甚至三个 三个控制 因为它可能是三个flag要同时满足 它才会继续 三个所谓的技术器 或三个什么的控制变数 的条件要同时满足 才能够继续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 要由左到右的一个运算 那它的行别跟数字是由最右边的运算式来决定 就是说 你 假设 这边有一个运算式 这边运算式 那这两个其实本来就是都会 因为你的 技术器也好 或所谓的这个 control variable 控制变数也好 在expression3也是一样会用到的 那expression3里面的这些程式变数 就跟你的expression1基本上都会一样的 那概念是这样而已啦 没有什么特别 那for的过程中间 逗号运算式的过程中间 它可以让它用多重的初始值 或多重的递增递减 可能会有两个变数 所以需要两个指定的初始值跟递增 那这当然比较复杂的部分 如果我们大概也不会用到那么复杂 那你稍微知道一下 for其实它可以去做 就是它的条件 或者是它的这个初始化 它可以透过两个控制变数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控制变数 去决定这个回圈要怎么跑 那这样的都是特殊的应用 才会用得到 那休息一下